星期一,陪審團下令 Siracha辣椒醬製造商匯豐食品公司 向一名前員工支付102萬5千元 這名前員工聲稱他因為抱怨工廠的條件 導致他的酵喘及其他醫療問題而受到報復 湖安卡洛斯布拉玉 由2013年9月開始在這間總部位於Irvindale的公司工作 直至2017年6月被解僱 在2018年5月提出訴訟裏面 布拉玉指自己患有哮喘病 而且他在清潔下水道時接觸到的煙霧加劇他的病情 所以向主管要求戴口罩或更換工作崗位 而他的請求被拒絕 甚至因為建議允許他戴口罩而遭到警告 根據辯護律師的法庭文件 該公司的監控視頻顯示 布拉玉污染了用作於製作Siracha辣椒醬的成份 布拉玉在證詞中承認他的行為平不恰當 但他作證被教導這樣做 經過洛杉磯高等法院小組幾天的審議 裁定對布拉玉一些有利的索賠 同時駁回其他的索賠 但就沒有對認為該公司的任何人 對布拉玉懷有惡意、壓迫或欺詐行為得出結論 將會引發第二階段的審判 以確定員工人有無權獲得懲罰性賠償 沒錯! 稍微下方便成功